上一節講到一個很奇妙的問題 就是印尼的融工似乎是拿少了錢 以及要做多一點事 相對於其他國籍的融工 例如泰籍或菲律賓籍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到底是你們的錢 被印尼政府和僱傭公司拿了 還是實際上你拿少了 因為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你的僱主是否要付這麼多錢 老實說他給印尼政府是沒有意思 因為你收取了錢的時候 你沒有心機做事 所以他應該不請你才對 有甚麼理由請你呢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之前我都是做過的 我才知道 多數公司問一下他們 我們要付一半人工 或者要3580萬 如果他拿一半人工的工資 給公司一萬五千元 然後我們工人要付五個月的工資 即是一萬元 那公司收到二至五百元 那公司跟他們解釋 你拿這個工人 因為他們要付兩次放假 你可以多點叫他們做事 而且他們已經解釋很清楚 如果你付一萬五千元 和人工一千八百元一個月 即是你如果付其他那些 你都還有錢 明白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僱主就給了一萬五千元 給那個僱容公司 你們就是拿回每個月 就拿一千八百元 其實不就是不符合法定最低工資 即是印尼的用工 是不符合香港法定最低工資 是呀是呀 明白 他們是否一定要經過公司才可以來到香港做事 這個其實是印尼政府的決定 我們不讓自己搞合約 即是印尼用工來 就是印尼政府勞務輸出的一個部份 是呀是呀 即是印尼政府就令到你們拿少了薪資 是呀 輸出你們的時候容易一些 是呀 他就有錢了 在香港也不讓自己搞合約 一定要跟合約做 是 明白 那你泰國可以跟合約嗎 我們自己可以 哦 自己可以 哦 菲律賓又沒有上來 其實即是說 在外地來做的用工裏面 印尼的用工是拿得少錢了 是 這樣就做得多了 是呀 明白 這個印尼政府也是很離譜的 很離譜的 很離譜的 現在是香港做事 香港政府也很離譜的 我都說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我在巴黎 話說很多年前 我一個朋友都相對幾有錢 他就叫我去巴黎玩 不要跟他玩 我就說 在巴黎 你在印尼哪裡 我中酒 中酒 我都不是很熟 其實印尼很低薪 在印尼做事很低薪 因為我去那間店 那裡應該是一個遊客區 很漂亮的遊客區 很漂亮的遊客區 那間餐廳也很漂亮的 我想是外資的餐廳 那些印尼的工人 整個月都是賺四百多元港幣 我吃一餐 差不多要做整個月了 我就覺得 剝削很厲害 因為我們給價錢很高 後來我還請了我回去 他們在那裡有個地方住 他們是鄉下人 他們去擺來打工 他們住的地方是很細很簡單 他們四邊都是屋的 中間有個天井 我第一次去廁所看到的天 我去廁所看到的天 有月光 除了露營之外 我第一次是這樣 他們是很熱情的 他們其實是一個 很熱情和很信任人的人 很容易會做到朋友 我也印象非常之深 那次我非常之深 詹姆提到有些怎樣 我就想起 例如你們的家鄉國家 那個經濟結構是怎樣 為何你們要來到香港做事 第一 第一 因為我們在印尼 沒得做的 就業機會不夠 對 就業機會不夠 剛才龍國雄說的 我們的人工真的很低 好像在巴列島 我們的價錢差不多跟香港價錢一樣 我們的人工 四百元 我們是不搞生活 而且我們要付錢給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弟弟還要讀書 所以我們怎麼解釋 我們離開 因爲離開我們的國家 所有玩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都很危險 而且還壞了 很簡單 我們去外地旅行的時候 已經是享受了非常之大的利益 因爲我們去印尼玩 或者去泰國玩 我最近去了開一日會去曼谷 即是很便宜 印尼我只去過巴里 巴里也不算太便宜 因爲它是旅遊區 可能有點便宜 我記得我吃了一碗牛尾湯也很便宜 我們旅遊的時候 已經在剝削印尼的廉價勞工 去那裏 也不要算由印尼做的東西 印尼做的產品來香港很便宜 我們其實已經享受了 無論我們是去印尼玩 或者在香港買印尼的東西 都已經是很便宜 已經享受了一種所謂利益的利益 但到我們請你們做事的時候 你都還要便宜 你是不是三重 所以其實我說 你香港的中產階級 真是很無品 你說甚麼開放、博愛、包容 我都不知道在說甚麼 用那些窮的人來包容你 那些窮的人 找少10元來包容你 去餐廳、去酒吧喝多幾杯啤酒 他就有病 這絕對是一種社會的病 是一種對落後國家的歧視 它是種壞了 因為你是落後 所以你應該賺少些錢 你的生活應該是差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最壞的公民教育 我說過粗口是很閒的 因為粗口是戒的 你喜歡戒不戒 好像今天說笑一點 你們在這裡尊重你們 你如果有一種這樣的思維 即是說你作為一個 你自己說自己住在一個 國際大都會 很多價值 港的時候是天下無敵 是不是 平等、博愛、包容、開放 甚麼甚麼 大家做的時候 不是 不是 我講的就是香港其中一個病 就叫做偽善病 是不是 即是你 他怎樣教小孩呢 因為我平時被人罵我教壞小孩 但是現在這個制度上是隔壞小孩 所有小孩都覺得去印尼玩好 又便宜又靚 去買印尼東西又便宜又靚 這些兩樣 但是這個當然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會講的 現在就不要說你們兩個 你說我自己是主角 其實你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即是說你們的祖國 你們自己的國家 大量去做一些產品 去賣給其他國家是很便宜的 因為你們的薪金便宜 你們的薪金便宜 不單是薪金 你的資源都是廉價賣去 譬如現在我舉個例子 你在印尼 印尼很出名的做木的 很漂亮的木工 我看過一個報道 是賺2元美金的 有一個人在印尼的鄉下 經常做一些木的 我有一個朋友 有去開一間叫Around the World 就在南娃島 他是專賣那些東西 他當然生活好 但你們要賺2元美金 一天而已 不停地做那些木 其實在這裏已經 剝削得很厲害 不要說親自來服侍你 香港人就有病 已經病入高科了 我們在這裏生活 所以不可以 我不是說 其實香港人已經享受了很多 因為你在印尼生活便宜 因為你在印尼生活便宜 或者你生活便宜 也好 你要忍受 很多種因素 有corruption 又有maniturial dictatorship 也沒有計 其實他是客觀存在 我們在日日交換 日日去買東西的時候 已經找了你們笨 現在來到香港 你們親自來 又要找多一次笨 雙重找笨 但是他不理解一件事 就是你說的那件事 那個人在印尼 2元美金做過木 很漂亮的東西 拿來也不賣 是因為他在印尼生活 他可以在家裏 只是煮飯吃便宜 你來到這裏 你去71買一罐東西 跟我一樣 你不會因為印尼 你說我是印尼人 有個白節性母 是吧 他就叫你不要 在香港不要去71 但是你每個都71 我看你星期日都是71 一定要去買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